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3日 以色列为了反击哈马斯的恐怖袭击 对加沙地带实行断水断电 禁止食品药品燃料的进入 同时又对加沙地带进行无差别的轰炸 轰炸居民区轰炸民用设施 到现在至少有90所学校 4所医院都被炸毁了 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死亡 到现在至少已经被炸死了1900个人 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小孩 以色列的这种做法 遭到了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 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的批评 认为他们违反了战争的规则 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其实应该更准确的说 实际上他们没有说的那么明确 以色列的这种做法 就是犯下了战争罪心 说以色列犯了战争罪 有一些人就不同意了 他们说了 以色列这是在反击恐怖主义 是反恐啊 你怎么能够说人家犯了战争罪呢 有没有犯战争罪 跟你这个战争的目的 限制是没有关系的 不管是正义的战争 非正义的战争 是为了反恐 还是为了去侵略 都没有关系 因为有没有犯战争罪 看的是你战争的手段 是你怎么样 从事这场战争的 你只要是破坏了民用设施 袭击平民 那么就是犯下了战争罪 你不能以反恐的名义 来犯战争罪 为了反恐 你更应该注意 不要去破坏民用设施 袭击平民 更不应该去犯战争罪的 越是正义的战争 也不应该犯战争罪的 有一些人就说了 说加沙地带 电大部分是以色列提供的 还是免费的 人家现在要对它发动战争了 然后把这个电切掉 把水都停了 那不很正常吗 没有义务说给你敌对的一方 继续供水 供电 这个说法是错的 加沙地带现在就是一个大监狱 以色列对它进行海陆空封锁 已经长达16年了 既然是一座大监狱 那么预防提供水电 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这不是很正常吗 一般的监狱也都是这样 监狱百分之百的水电 还都是由预防提供的 对不对 你平时已经在提供这些生活的必需品了 离开了这些生活的必需品 那里的普通的民众是没法生存的 那你不能以战争为由 以反恐为由 就把你的水电这些生活的必需品 给你断了 甚至国际援助也不让你进去 埃及它跟加沙地带 本来是有一个通道的 埃及说是答应把国际援助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用这个通道送进去 结果以色列就把那个通道给炸了 所以国际的援助是没法从埃及进去了 那么这种做法 就是在惩罚普通的老百姓 就不是在反恐 就是把普通的这些民众 也当成的恐怖分子来对待了 那么这个当然犯的是战争罪 有些人说了 有些人说了不对 加沙地带的普通的民众 他们并不是无辜的 他们也支持哈马斯 哈马斯就是他们选上台的 是不是犯了战争罪 我们看的是不是以平民为目标 跟平民的这个政治立场 那是什么样的 那是没有关系的 你不要说加沙地带的民众 并不是都支持哈马斯的 即使全都是支持哈马斯的 你也不能以民众作为袭击的目标的 在中国应该大部分的民众都还是支持中国政府的 那么如果中国跟另外一个国家发生了战争 那个国家是不是就可以以 你们中国人民都在支持中国政府 所以中国人民不是无辜的 以此为由就可以袭击中国人民了 就可以袭击中国的老百姓了 那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你不能以什么民众在支持哈马斯为由 就把他们作为袭击的目标 更何况说加沙地带的民众把哈马斯选上台 那都是2006年的事了 从那之后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 17年了 巴勒斯坦没有再搞过选举了 现在加沙地带的这些民众 绝大部分那个时候或者都还没出生 或者还未成年了 所以哈马斯的上台跟他们有啥关系 没有关系的 更何况现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支持率是很低的 还不到30% 大部分的加沙地带的人民 现在是希望由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去接管的 还有人说了 这习吉加沙地带的这些普通的民众那是没办法的事啊 因为哈马斯把老百姓当成了人肉盾牌 哈马斯的确是有把普通的民众甚至小孩作为人肉盾牌的历史的 但是你想之所以他们能把它当成人肉盾牌 就是知道如果因此去袭击他们的话 那就是犯了战争罪了 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他把民众作为人肉盾牌 所以呢 我就可以把周围的这些民众都把他们炸了 都进行袭击作为袭击的目标 我打一个比方吧 如果有歹徒绑架一些小孩作为人肉盾牌 难道呢 你说我为了消灭这个歹徒 我就可以把他们都给炸 连小孩都给炸死杀死 就合理了吗 那不行的 更何况呢 你像以色列袭击了那么多的民用设施 比如说你袭击了九十所学校 你有什么证据 认为说这九十所学校都被哈马斯当成了 是他们的军事基地 军事设施呢 一所都现在一所都没有发现的 更何况 即使说只有一所两所的话 你也不能因此就把所有的学校 九十所的学校全都当成了是哈马斯的居地 你不能说有哈马斯的人躲在这些民用的设施 躲在医院 躲在学校里头 那么呢就把医院把学校就当成了军事目标了 还有人说了 二战的时候 盟国就代表正义的一方吧 不也是对轴心国 对德国啊 意大利啊 日本啊 也是狂轰烂热的 美国还像日本 真的两颗原子弹啊 那也是无差别了 杀死了大量的平民啊 这是不是犯了战争罪啊 按现在的标准 那当然呢 是犯了战争罪啊 但是呢 那个时候 是没有战争罪的 这个标准的 因为我们认定战争罪 这个呢 是根据日内瓦公约来的 日内瓦公约的制定 是二战之后的事了 是1949年才制定的 之所以要制定日内瓦公约 就是因为 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人们觉得呢 以后如果 再发生战争的话 应该呢 把战争的规则定下来 应该定下要保护平民 不然把平民 作为袭击的目标 所以才因此制定的 日内瓦公约 从那个时候开始 才有了战争罪的 这个概念 那二战期间的 不管是盟国也好 不管是轴心国也好 所作所为 你就不适用于 日内瓦公约了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日内瓦公约的 你如果要拿 日内瓦公约制定之前的 是说是 你干嘛不拿古代的时候 说是呢 你干嘛不拿古代的时候 动不动 就屠城 来为以色列的战争 罪行辩护呢 我一开始 就是在谴责 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的 驳斥那些 为哈马斯恐怖袭击 狡辩的人的 后来因为 我也谴责了以色列 认为 以色列军队 是犯下了战争罪行 那么 我一下子又变成了 哈马斯的同情者了 这两天呢 就有很多的人 跑到我的推特 骂我 自问我 很多人都说 如果你的小孩被杀 你会怎么做呢 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管发生了 多么悲惨的事情 都应该呢 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的 你想 小孩被杀 在美国那可是 时空见惯的事了 美国每年 都有很多的小孩 是被枪杀的 死于枪击来的美国 枪支呢 太氛烂了 现在呢 美国小孩 死于枪击 已经是 小孩死因的 第一位了 但是呢 你听说过 有几个的小孩的家长 会自己去执行 施行 就自己去把那个杀人犯 给杀了呢 这很少的 那你能够说 美国的这些家长 都是懦夫吗 如果说有个别的家长 自己去执行 施行 去把凶手杀了 那也是违法的 也是犯罪 也是会被追究 法律的责任的 虽然 追究起来的话 因为人们会 对这种事情 抱有同情的态度 所以 判刑呢 就会判得 很轻了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家长 不仅是把凶手杀了 把凶手一家都给杀了 把凶手的小孩 也给杀了 那这个呢 就很难 获得人们的同情了 再进一步的 如果说 这个受害者的家长呢 一气之下 就滥杀无辜 不仅把凶手一家给杀了 把凶手所在的 社区的小孩 见到一个 就杀一个 那么对这种人 人们呢 那是不会去同情的 同样呢 这个战争 也是要遵循国际法的 也是不能滥杀无辜 不能袭击平民的 不然的话 同样呢 也是犯罪犯的 是战争罪 但是呢 中国 现在 就像我以前一再说的 还是处于中世纪 所以呢 很多人 都没有这种 法治的观念 认为说 只要小孩被杀了 报私仇 那是理所应当的了 滥杀无辜 甚至呢 甚至呢 也能够被理解了 同样呢 在战争的问题上 只要认为说 你这个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那么呢 也是可以滥杀无辜的 如果认为说 因为哈马斯 杀了 以色列的小孩 那么呢 巴勒斯坦的小孩 就活该被杀 现在已经 被 以色列 炸死了 好几百个 巴勒斯坦的小孩了 那么 如果认为说 哦 他们被炸死 是活该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没有同情心 没有共情心 是很没有 人性的 我也不认为说 这种人 会真心的 同情 那些被哈马斯 杀死的 以色列的小孩的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